伊斯兰党母体改选下个月开打 当主席拿督西里哈迪亚旺的连任之路普遍被看好 可是近来网络流传一段音频 一名被称作T博士的一党领袖 质疑哈迪亚旺的领导 还说他的立场反复不定 令党内领袖感到取向 爆料者过去两天在脸书分别公开两段音频 虽然没有指名到信 但是却在音频中置入一党最高理事 拿督莫哈默凯鲁丁的照片 内容是说哈迪亚旺根据民调的走向 相信国盟比国阵更加有影响力 但是哈迪亚旺也说 巫统依然有基层力量 所以一党也应该庆祝 对此T博士批评哈迪亚旺老调重提 却没有实际行动让人沮丧 T博士也透露 他近来要求哈迪亚旺亲自到登加楼肯一湖 听听他们的演讲 他还说如果要胜选 就必须增加一席到23席 可是哈迪亚旺有点退缩 而且时常改变想法 音频的爆料者预告 接下来会继续踢爆这名T博士的阴谋 然后再次重新结束 请不吝点赞 杨立马 按赞 杨立马